好 接下来是我们全球现场时间了 要带大家关心的就是在巴西发生大规模的动乱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 更多的重点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真容 好 大家早安 JJ的全球现场 我们先带你来看到这个最新的画面 这是发生在巴西的总统府 这里发生了严重的暴动 画面上你其实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民众 他们身上是手拿着巴西的国旗 或者是披着巴西的国旗 他们就是非法闯入里头 好 主要就是因为呢 他们都是前巴西总统波索纳洛的支持者 不满他落选 也不满新任的新总统鲁拉的上任 所以他们就闯入了首都利亚这边的 很多政府的机构 包括了最高法院还有总统府 跟国会大厦里面来表示抗议 好 画面上呢 这一些民众他们闯进里头 来说着他们不满现任的鲁拉总统的上任 而当地媒体预估说大约是有三千人 或者是上万人不等来参与 而警方呢是马上是使用了 催泪瓦斯来驱离波索纳洛 他是输掉了总统大选了 好 那么呢 他其实是在没有证据的状况之下 是多次质疑了选举的结果 当然了 非常多的死忠的这些支持者们 都很相信他的阴谋论 所以呢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都会想到 跟当时候川普他不是也是一直质疑说 这个总统选举是不公平 感觉上是很像的 所以呢 有人就说 好像是重演了当时川普的支持者们 他们闯进去美国国会暴动 这样的一件事情 好 不过我们持续来看到的是鲁拉呢 他上周就宣誓就职 但是呢 他的这个一些反对者 也包括了波索纳洛的支持者呢 突然的闯进了国会 还有总统府跟最高法院这些政府机构 其实呢 也引爆了后续的一连串的动乱 那么现在各国 包括了美国 英国 法国 很多国的政要 都在Twitter上头发文谴责这些动乱者 他们发起的这些抗议活动 包括了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他也谴责极右翼支持者 对巴西政府的这一些政府大楼的攻击 而表示的是现在拜登 也在密切地观察当地的局势 另外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他同样也在他的Twitter上头写到 全力支持由巴西人民 他们是透过公平自由选举 民主产生的这个鲁拉总统 但是呢 很多人就在分析了 其实这个事件 其实就跟川普当时候的他的支持者 很多 1月6号的时候 那川普他的支持者呢 是闯进去美国国会山庄 当时也引发了一连串的暴动 很多人就认为是华府暴动的翻版 一起来看西安的分析 to just march in at the beginning the situation seemed to be peaceful jim but then riot police showed up as well as the armed forces clashes began some of the public employees that were there at the buildings clashed with the protesters when they tried to stop them as well and these images that we're looking at right now this is for example the supreme court building that has been taken but by protesters as well earlier we were seeing an individual sitting at the desk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lower house of congress that's the image that i wanted to show you jim just to give you an idea about how far these protesters have gotten now let's remember only a week ago on january 1st a new president took office 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happen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wo years ago and what's happening in brazil today is that the congress is not in session the president is not in brazilia he is in a sao paulo state 好巴西的现任总统鲁拉上任之后呢他其实在6号的时候就举行了首场会议 当时候他的第一夫人就是这个新的巴西第一夫人他更是表示说 其实呢他们一进到总统府里面一看发现呢其实里面是被严重 破坏的包括可以看到是有天花板漏水那么地上很多这个地板 也都有损坏或者是生锈的状况甚至出现很多国宝籍的艺术品跟家具的遗失 所以他们说他们现在被迫要收拾的是这些波索纳洛留下的烂摊子 多张的这个照片在社群媒体上面来流传呢其实可以看到呢这个 巴西的总统府里头不仅是有天花板漏水甚至还有这个窗户破损地板受损的状况 现任的巴西第一夫人指控这些都是波索纳洛政府留下来的烂摊子 导致他们现在必须要来进一步的善后 另外一个关系的重点就是呢中国大陆昨天开始是大开国门 放宽了出入境的限制 有很多的国家目前都有寄出额外的裁检措施 比利时就针对了从中国大陆飞来了第一班的班机进行废水的检测 今天公布结果是呈现了新冠的阳性反应 因应大陆的国门大开 比利时政府决定要裁检的是 班机上的废水一定要追踪 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异病毒株 那么这一架降落在比利时机场的大陆班机 成为了第一个受检的对象 但是呢研究人员就告诉当地媒体了 虽然说这个废水是有查出呈现微弱阳性的反应 但是里面是缺乏粪便的 所以很难判断到底里面是不是有新的变异病毒株 好从昨天开始呢 大陆官方就把新冠病毒是从蚁类甲管调降为蚁类仪管 不再进行额外的核酸检测了 但是呢这样子的政策一推出 当然有些人就觉得非常的困扰 因为很多的核酸检测的相关行业是受到影响的 画面上你可以看到这是一家在重庆 这边他们是专门在做核酸的企业 疑似就是因为呢 现在不做核酸了 所以他们就要大规模裁员 但是呢这裁员先前也没有告知员工 所以导致有很多的员工 他们是领不到工资的 从7号开始就爆发了激烈的抗议 好透过这个画面是路透社提供的画面 其实有大批的远警 他们是持着镇报的装备 在晚间进入抗议的现场来戒备 也有很多的示威者 他们一度是跟警方发生了冲突 甚至是有人丢职杂物 当地媒体就报道了 这一家重庆的企业 他们是专门生产核酸测试的 相关药剂还有试验盒 但是呢这个药厂 它是没有经过劳资 先前的协商 就直接大规模的裁员 让非常多的员工是相当不满 更是有工人发起了抗议 进而跟警方发生了冲突 大陆防疫措施现在大松绑 当然了对于一般民众来说 还是非常的期待的 因为等了三年 总算是可以出国完了 不过目前呢 其实有21国的 他们的国家呢 是对于陆客 他们实施更严格的入境标准 乘客陆续走出 一看到家人激动拥抱 大陆防疫松本 开放国门第一天 外国旅客入境 不需要再强制隔离 民众也可以出境自由行 上海浦东机场的工作人员 也从8号凌晨开始拆除防疫隔离设施 旅游平台显示出入境的机票订单量 与同期相比增长了628% 大陆边境解封也恢复于香港的陆路通关 上半人盯着这一道闸门拉起 排队的人潮拖的行李 奔向通往大陆的陆路口岸 这一刻对他们来说等了三年 大陆断然放弃清零政策之后 疫情标速扩散 至少21个国家都绷紧神经 原本大开国门的泰国 现在也寄出了新规定 将从9号开始 要求所有入境游客 需要提供至少两剂新冠疫苗 接种证明 德国比利时卢森堡也呼吁国民 非必要不鼓励前往大陆旅行 记者送过不到 好 另外在台湾疫情的部分 提醒大家还是要多加留意 因为本土的疫情累计确诊个案 已经正式突破900万关卡了 这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在昨天也公布了 新增的单日本土确诊个案 来到了2.3万多例 有36个人死亡 从2020年一直到现在 累计已经出现了901万2000多例 的本土确诊个案 死亡人数来到了1.5万多人 虽然说本土疫情连续两天 比上中的同期下降 但是指挥中心的发言人 庄仁祥直言 有可能现在已经脱离高峰 或者是向日本出现双峰 但是即使有 双峰也不会太高 国境大解封大陆1月8日起防疫 松绑全球民众搭乘飞机的机会 越来越多 不管是旅游探亲办公 但根据马来西亚国家公卫 实验室研究 采样29个航班庇水 净有28个都有验出新冠病毒 高达95.7%的航班 都有新冠患者搭乘搬机 并留下病毒 因为乘客吃喝完都会上厕所 还可能在厕所里面吐痰亲鼻子 美国CDC已经针对国际航班污水 开始检测 要防堵新变种病毒入侵 如果不想确诊到底搭机该怎么做 专家建议一上飞机找到座位 要坐下前最好先清销 一旦进入机舱 尽量别喝水吃东西 选为别选走到上厕所 更是全程戴好口罩 还有摸了门把后 切记洗手消毒 观察本土疫情8日境外移入290例 确诊数新增23080例 而最近一周病例数 较上周略增4.4% 指挥中心发言人 装人想表示有点出乎意料之外 更推测未来一周可能持平 甚至稍微下降 但这不表示疫情可以放松 因为9日开始持续到春节的22日 将迎来大陆返台民众的高峰 每周都将超过一万人 想要避免确诊除了打好疫苗 记得防疫人不能松懈 藉行 杨宗燕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杨宗燕台北报导